她当着三万多人拒绝刘德华求婚,被家暴男祸害五年受苦如柴,再找刘德华求安慰。 说起和刘德华一起合作过的女性当中,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吴倩怜了。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不,当时的吴倩怜作为一个新人和刘德华合作并没有什么压力。 因此他们一起合作的天若有情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是哭着看完的,给当时的观众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。 也正是这个作品让吴倩怜一炮而红,在私下里吴倩怜和刘德华也是好朋友。 在刘德华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暗恋吴倩怜,并在演唱会上邀请吴倩怜做嘉宾,当着众多粉丝的面向吴倩怜唱那首感人动听的爱不完,在人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的时候,吴倩怜拒绝了刘德华。 因为在那个时候吴倩怜喜欢上了主持人于宗华,在当时吴倩怜的美貌再加上她的知名度,使得一起合作的男星也是越来越帅,但她对于宗华的感情并没有变质。 不过于宗华有家暴使,在吴倩怜被折磨几年后,无奈选择分手。 后来更是淡出了演艺圈,嫁给了一个粗广大叔。 前段时间有一组照片网友评论吴倩怜了。 在嫁给粗广大叔之前,吴倩怜曾找过刘德华向他表白,当年曾经爱过他,但因为刘德华是知名男星,自己配不上,所以才会嫁给于宗华。 如今吴倩怜人老朱黄,没有了当年婷婷玉丽的样子。